不倫懷孕要錢不成 警告性侵小三GG了 想要母一子貴 獅子大開口要生活費 這位小三的下場是 被告GG了 台中黃信仁夫兩年前 偷吃蘇姓女檳榔西施 上摩鐵開房間 結果蘇女發現自己懷孕 通知黃男 黃男回覆由她生下來 她進傳一個月四萬吧 黃男嚇得告失蹤 蘇女打電話跟前夫哭訴 被性侵害懷孕 在前夫的監獄下報警 黃男向檢察官承認有發生關係 但是是擬情懦怨 蘇女還曾收過黃男送的生日蛋糕 且在第二次上摩鐵後約 一個月才報警 都有違常理 將黃男不起訴 但是 黃記知道後 反告蘇女妨害家庭罪 台中高分院認為 金比最後證實 黃男是胎兒的父親 而且還有一個月四萬八鐵鎮 和蘇女三月圖形 可一顆八斤 同新聞 總和報導